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石头评述 今天是星期日12月15号 其实今天是个大日子 但是我们节目是稍微提前排的星期日 原因很简单 今天本来是作为川普政府来讲 跟习近平展开的贸易战 12月15号是最后一批中国进口美国的产品 1560亿美元的产品 加征15%的关税 这是一个呆的烂 就是说如果贸易协议没有签成 在15号的零点就将启动这一批关税 这是原来定下来的 最后敲定的时间是10月11号 刘鹤到了华盛顿去了两天 两天之后 10月11号下午大概将近五点多 在白宫进行了记者会 川普公布了当时他们谈判的成果 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当时谈判 他把贸易谈判 川普往后退了一步 原来是必须拿一个大合同 不分阶段 结果等到了10月份的时候 改成分阶段了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如果一定必须的话 第三部分 那第一部分呢 这是川普的让步了 然后第一部分呢 煤炭包括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知识产权保护 强迫转让技术 国家补贴 这是在过去贸易战当中 最核心的部分 那也是习近平中共最不让步的地方 这个基本是这样 而中美贸易协议 中美贸易协议是最实在的 最根本上的问题就是 川普上台之后 包括北美协议 包括跟欧洲 跟日本分别签署不同的 贸易协议 美国 用这样的方式 废掉WTO WTO当初是朱镕基跟克林顿 当时签的 中共占了WTO的便宜 也就是克林顿请郎入市 那把中共的价值观 因为WTO允许 中共进入WTO之后 把中共的价值观 散布在整个世界 这是克林顿干的事 那中共呢 以偷抢骗的方式呢 就把全世界作为它的资源 既作为它的资源 也作为它的 倾销之地 高科技的资源 消费产品的倾销之地 把中国变成了中国制造 变成了中国工厂 那也就世界各大品牌 进入了中国进行加工 而侵占的是中国人民的 最基本的人的尊严 它的劳动力 主要形成是这么个形成 而中共的体制最少部分呢 却把主要的财富拿走了 中国制造的概念 它的获得的利润极低 但是呢 它大批的劳动力投入 所以就像 而中国人在这样的 所谓的富裕的过程中 就变成了一个 就像集中力营里面的 那些囚犯一样 什么意思 同样的东西在美国生产 可能它一个人要能 获得报酬有三美元 等到了中国生产 可能只是30美分 30美分 而这部分获得的利润的本分 在30美分的利润的本分 这个利润上 大部分的利润呢 又被中共政权当中的 当权者拿走了 所以真正的最大的悲剧 就变成了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的社会在榨取着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血汗钱 可是原来太低了 原来它没饭吃嘛 等有饭吃 所以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 中国人又认为 自己的日子好过了 这个圈就这么套上 那那些钱过去的十几年 很多钱都进入了 中共高官的家族的手里面 他当然就不撒手 所以这是一个前后的背景 那川普就不干了 川普就非要打破他 所以打破呢 就以各自贸易战的方式 来逼迫对方跟美国签署贸易协议 额外签署贸易协议 它是凭借了美国实力 包括了美元 包括了美国市场 包括美国在消费过程中 它的消费理念 所以美元的概念 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已经告到We Trust 印在美元上 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货币 是以神的名义 与神同在的名义 印在货币上没有 你甭管说有多少国家 多少地区发行了多少种货币 但只有美元上印的这句话 那在现在贴灭中共被香港人接受 大家喊出了口号之后 我相信很多朋友更加理解这个意思了 所以当初的1956年到1957年 艾森豪威尔将军面对以苏联为中心的冷战 那是共产主义阵营 社会主义阵营 去隔别人命的阵营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艾森豪威尔出现的提议 在这个美元上印上这句话 发展到现在呢 在美国的公共社会 对不起 在美国的公共学校 中学小学 很多州要求印上这句话 所以人们使用的钱上有神 人们在幼小的 这个学校里的基础教育 同样是一句话 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立国之本 那也就跟中共成形成了 最直接的对立 这是 以神为背后的力量 对立着以杀戮与魔鬼 为背后力量的中共政权 这是前后对立 所以川普在上任之后 展开的贸易战呢 最大的问题是跟中共国 他开启的时间 2018年3月份 习近平一修改宪法 他即刻开启了 这是整个前后对应的 时间上对应的 那贸易战打过来 说18个月是17个月 有人说17个月 有人说18个月 所以走过了千辛万苦 大概在星期 美国东部时间 星期四的下午 下午大概1点钟 最早是彭博社发出了消息 说这个川普呢 已经中美贸易协议第一阶段 原则上已经通过了 后来两个小时之后 说川普已经签署了协议了 其实星期四下午2点半 川普在白宫 才见了他的主要的 这个主要的叫什么 主要的顾问 贸易代表 财长 纳瓦罗 这是白宫的首席贸易顾问 和这个库德洛 白宫首席的经济顾问 四个人跟川普开会 而在开会之前 就发出了消息 他签署的协议大概是 首先 所谓美国方面的让步 首先星期日 今天大家看我节目的时候 1560亿进口产品的 中国进口产品 加征15%的关税 取消 取消之行 第二个 现在已经加征关税 大概3600亿 3600亿的关税 减半 30%的改成15% 大概就是 所有关税减半 这是美国做出的让步 在关税上做出的让步 而中共国 要求中共国 2020年 一年购买500亿 美国的农产品 那包括猪肉 大豆 小麦 高粱 玉米 大概这些 那500亿 对于美国来讲 这个数字是非常大 500亿是中共国 历史上最高的 2017年的数字的 两倍多 大概2.5倍 所以这是 在合约里面 主要的内容 而川普 去接受这个说法呢 原因就是 要应对 2020年的大选 2020年大选 在11月份 应该是11月初投票 所以 他在12 在一年前签订这个合约 合约主要是中国购买农产品 当中国购买农产品 答应购买农产品的时候 就削弱掉整个在贸易战 一年半的贸易战当中 中共定位 打击美国的农业 拒绝购买美国农产品 这个定位呢 确实让川普 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这也是事实 所以 这是一个前后对应的 因为川普的票仓 在整个美国的中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 就是他的农业区 那是他大票仓 是他的共和党集中的地方 所以这个前后的故事 就是这么来的 然后随后到了 我们不知道 他开了多长时间 星期四下午 两点半开会 等到了四点多的时候 最早是彭博社 等到了四点多的时候 美国的商业电视台 路透社 逐渐都披露 按照他们各自的渠道 都披露出消息 说川普答应 川普同意了这一份合约 那当这一部分合约 如果同意的话 那也就标志着 中美贸易战的结束 它是一步一步来的 中美贸易战的第一阶段结束 大家握手了 当时呢 星期四股票往上挑了一把 但是没挑多少就下来 等到后来 中国星期五开股市的时候呢 据说人民币往上挑 就人民币汇率提升了 提升到四年半的高点 那是相当高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